猜猜这一盘干豆腐多少钱 8块钱 这么大的鱼香茄条 14 今天我来到了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东北菜馆 我们今天去吃锅包肉 我让一个小份的老汤干豆腐 再要一个老色的锅包肉 再要一份鱼香茄条 那我要个大碗的米饭 我的锅包肉上来了 老式锅包肉 这闻着就呛鼻子 外面特别的酥酥酥的 脆脆的 里面特别的软 酸酸甜甜的 为你们一口锅包肉 其实我来这里主要是想吃它的锅包肉 其他的就是没有的便想吃了 但整个人只点一份锅包肉给大家吃吧 猜猜这一盘干豆腐多少钱 8块钱 先尝一口这个干豆腐 据说这是他家的特色 我怎么吃出了一股五花肉的味道 好香啊 这个干豆腐应该是卤了很长时间 整个豆腐都是很入味的 特别的软嫩 我觉得这碗干豆腐就能把这碗米饭给下完 它这个味道也很符合很下饭 这么大的鱼香切条 十四 感觉脆脆的 有股鱼香肉丝的味 啊 它叫鱼香切条 老板和鱼香肉丝也太多了 没毛病 好吃这三个菜都没有菜类 米饭也是 这个米饭好像中的是那个五肠大米 而且煮的特别软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菇包 你们喜欢吃老式的还是新式的 嗯 喜欢吃白醋口的还是酸甜口的 我喜欢吃白醋的 这种老式的 看 嗯 你吃过这种小鸡的 它里面很长 把鱼香切条都盖到这个米饭上 看着就嘎嘎下饭 OK 什么时候搞饭的 但是我已经不会难过了 如果说川芋那边的下饭菜是鱼香肉丝 那东北的下饭菜就是茄子 东北做茄子不管怎么做都特别好吃 有没有不喜欢吃茄子的 嗯 嗯 盖点干豆腐 这个干豆腐我怀疑 它是放在卤肉锅里卤的 太香了 阿姨你们家锅包肉太好吃了 好吃吧 都好吃了 特别的酥 然后里面很软 嗯对 切的也很薄 嗯 这是老式的 尤其是 这到我家都是老式的 没有你越吃西西 嗯 你吃哪里 我不是大陆的 哦 听得像吗 听得像吗 我爸我是河南的 我自己的原因和河南的口言没有关系 我自己的原因和河南的口言没有关系 嗯 嗯 这家的锅包肉凉了竟然也不会硬 今天这顿饭就在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顿饭的话 不要了 点赞评论和收藏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